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报五千名美籍华人 乐宁大学开取古爱宁 斯坦福正式回应太极器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备受大家喜爱的古爱宁 众所周知 在本次北京冬奥会上面 古爱宁成为了中国对 最为闪耀的明星之一 那么在本次冬奥会上面 古爱宁夺得了两块金牌 一块银牌的优秀成绩 因此 国内的网友也是非常的开心 大家纷纷恭喜古爱宁 那么然而在冬奥会结束之后 古爱宁在采访之中明确表示 自己将会暂时的放下比赛 然后返回美国 请往斯坦福大学上大学 那么然而这件事情 却趋兴了一个小的麻烦 那就是近期根据媒体爆料 在国外的网站上面 有超过五千名左右的美籍华人 宁明要求热令大学 开取古爱宁 那么这件事情 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那么其实 在前面接受采访的时候 古爱宁表达去了 对于中国北京的喜爱之情 那么当时有记者问到古爱宁 你现在在中国有嫁的感觉吗 那么古爱宁表示 自己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时间在中国生活 自己现在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而且古爱宁的妈妈就是屈身在北京 古爱宁自己也非常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非常喜爱中国的美食 比如说北京烤鸭 饺子等等 那么说明了 古爱宁已经很好的融入到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美食文化里面 那么古爱宁还明确摊牌 毫无疑问 在这里我感觉就是我的家 那就是说了 在中国北京生活了 他感觉到家的温暖 那么很多网友也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美籍华人 宁明自信斯坦福大学 要求他们开启古爱宁的 那么其实通过媒体分析 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中的一些答案 那么很明显 也与古爱宁在冬奥会上面的驱赐成绩 有一定的关系 正是因为古爱宁在冬奥会上面 夺得了两金一银的优秀成绩 让这些美国网友有些删了 他们认为 正是因为古爱宁夺得了这么多的金牌 才帮助中国队最终力压美国队 获得了奖牌版第三名的成绩 他们感觉了 这个古爱宁获得巨大成功 帮助中国队获得巨大成功 感觉有些打压了美国队一样 那么因此 他们这个内心 才会生去了一些嫉妒和不满之情 那么实际上 古爱宁是一位高情商高格局的优秀运动员 他在前面接受采访的时候 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美国队 曾经提供的帮助 感谢之情 但是现在呢 这么多的美籍华人 居然要求斯坦福开取古爱宁 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古爱宁作为一名18岁的小女孩 在收获重大荣誉的同时 他能够选择暂时的放下这些荣誉 然后选择回归大学校园继续深造 我们应该对他表示支持与祝贺 那么其实啊 面对外界的这些 这些事情呢 那么斯坦福大学 其实已经了 做出了正式回应 那么斯坦福大学呢 这前面也是直接发文 祝贺了古爱宁 同时表示啊 欢迎古爱宁开学了 请来报道 说明了 这些美籍华人 他们提取的要求 并不会被斯坦福大学 所采用 斯坦福大学呢 根本就不会理会这些流营费用 古爱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好学生 那么斯坦福大学 录取古爱宁 对于双方而言呢 都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那么因此啊 我们看到 斯坦福大学呢 能够录取古爱宁 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也是感到非常的解气 大家认为 今天分享到时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关心 们 落will aron 感谢观看